换Gly当嘉宾!五月天怪兽,下半场交给Gly。 Gly与五月天在后台画家长,图香信音乐提供,2018年3月18日。 日本摇滚天团Gly17日在台北小剧弹举办Gly Arena Tour 2018 Spring Deluxe in 5A演唱会,魁维五年开唱,首度公弹就在万民歌迷主威下完美落幕,除了承诺下次相见,他们更在演唱会上提及, 日本地震时受到很多台湾的帮助,这次台湾地震,我们也在想能为台湾做点什么,希望能捐出这次演唱会的部分收入,让彼此之间的爱互相扶持交流。 部分上款除了正在外,也希望捐款给需要帮助的人,相当暖心。 而此次演唱会,五月天担任嘉宾,与Gly相识16年多再次同框,让期待看到两大天团在创经典的歌迷留下难忘的回忆。 Gly知道他们5月19,20日即将三度站上日本舞蹈馆,感谢五月天一起相挺,为台人情,将空出时间担任演唱会嘉宾。 怪兽笑说,上半场我们,下半场就交给Gly。 Diru则笑回,我们暖场就好。 怪兽开玩笑说,其实是五月天相早点休息,该去庆功宴了。 两大天团难得聚首,演唱会结束后也把握时间话家长,一搭一唱,欢笑不断,最后不忘互赠名产。 当Gly先送上礼物时,怪兽笑说,去年金曲奖时,我们还说下次见面,不要再准备礼物了。 结果这次还是有准备,还好我们也有准备。 随即拿出礼品回赠,并宴请螃蟹锅吃到饱,为劳Gly。 Gly演唱会完美落幕。图香信音乐提供,2018年3月18日。 台下歌迷热烈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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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烈 名歌迷沉浸在青春回忆中,连Francourt鼓手承思也跨海追星,特别从日本飞来看演唱会,顺便来台湾观光,到明夏夜时吃美食。 Gly结束台北小巨蛋演唱会后,江达傍晚班机离台,3月24日将于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办演唱会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